欢迎收听每次来点日语堂 我是唐边 我是尾巴 我是飞飞 好,最近大家有在生活吗? 生活吗? 算有吧 努力生活 对啊,你们开学了吧? 开学了 开学觉得生活如何? 感觉这三天很充实 但是出门时间越来越晚 本来八点半到 后来变九点 现在十点才会来 算是晚 所以你现在走一个 迷烂的大学 十大学生生活路 已经第三天 已经开始越来越晚了 已经第三天了? 对啊,已经开始有第三天了 你还堕落到算快 对啊,太快了 你堕落到也算快了 本来想说不行 我这个礼拜要准时 结果第三天就开始迟到 结果呢? 你第三天就已经迟到 对啊,今天就迟到 我觉得你还蛮体会 这什么时候生活 尾巴呢? 我都压线道啊 好,我觉得你没有事 就觉得就是 选科一时爽收客活张张 好,先介绍一下 我们尾巴跟飞飞 尝试回归 那尾巴跟飞飞呢 其实就是大学的学生 一个是念中文系 一个念历史系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要谈 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 那在此之前呢 先跟各位听众朋友 讲一下 早前我们在定主节的时候啊 一谈到生活的艺术 基本上所有的主持人 除了尾巴之外呢 大家都开始摇头 不想录这本书 好,那我既然今天 讲到这一集了 我先问一下 尾巴你觉得 生活的艺术是怎么样的书呢? 这你读起来觉得如何? 怎么样的艺术 嗯 我觉得就跟林语堂 在秩序讲的第一句 就是秩序他第一句就说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共状 然后公认自己 我自己的思想 和生活所得的经验 我还蛮喜欢他开头这一句 就是因为后面感觉都是从 他的一些 譬如说生活 他的观察 然后他想要讲什么 去写的 等一下这样好干话 那他的 然后他的就是书的架构吧 因为我看书习惯 先看他的目录 然后 他一开始讲的就是 先是他讲了对人的观察 然后接下来是 关于人类的观念 他有讲到一些 第二章的部分是 有一点点 像是美国人可能是怎样的 他觉得的 中国人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从这边去延伸说 第三章第四章 一个讲的是 动物性遗产 就是说人像动物的地方 那论近人情就比较偏向是 理想哲学 那类层面嘛 那后面都是 就是从 近人情那边 在深入进去讨论一些 他喜欢的 以前的 不能说有名的人 应该说 就他很喜欢的古人 然后第五章就讲到 像庄子 孟子 老子 子思 陶渊明这些人 那还有 在接下来后面 我觉得都是他对于 就是中国人 怎么样生活 去做的观察跟阐述 那菲菲呢 菲菲你应该有念过这本书 然后你读完这本书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吗 我没有看全部耶 没关系 现在就讲出来了 我想想 就是你 因为我目前呢 对中国的律书 其实不断很了解 但是我有看红牡丹 这样 然后呢 红牡丹是 就是林宇棠的 另外一个作品 对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 他特别写的就是 因为像是 朱门还有 金华烟云 都是以女性为 出发点的书 对 然后红牡丹 其实也是其中一本 然后但是因为呢 因为是英文翻译的 关系 所以一开始 读起来的时候 的确会看起来 有点卡卡 就很多英文的用法 可是是用中文表示 不过他的故事 其实还蛮特别 但是呢 但是如果用 如果用很 很正向 很正面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会觉得是一个女生 很勇敢的 追求自己的 所爱啊 就是她想要过 自己想要生活 不想要被规则 束缚这样 问一下 尾巴你们看的 尚文艺书 哪一个版本 我看的是 德华出版社的 德华出版社 所以先说一下 因为生活的艺术 有非常多翻译版本 所以那个 菲菲你在念 生活的艺术时候 有没有翻译的问题 就是你读起来 有没有卡卡的问题 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 对啊 好先说一下 其实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呢 其实是 英尊领导先生的 大多数的作品 都是透过英文写作的 然后呢 他的翻译作品 其实呢 在那个时候 我说十几年前 二三十 应该说 甚至是五六十年前 翻译的版 我所谓的版权的意识 并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呢 令尚先生很多作品 翻译成中文 其实并没有什么 所谓的 品质保证 所以说有些人 是乱翻的 当然也有一些 翻得很好的 那这个就不在 这个话题上讲了 好 先说一下 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 其实是写在 1937年吧 对不对 好 摸一下历史系的尾巴 好 1937年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快就被点名 1937年就那个 如果你好识别 奇迹识别 对 1937年的时候呢 中国发生了所谓的 应该是抗日战争 开始的那一年吧 对 理论上是抗日战争 开始的那一年 那在那个时代啊 你会觉得 中国人念这本书 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我在想 因为那个年代的作家 其实像鲁迅什么 他们都还蛮强调要救国 然后要爱国要干嘛 那像就是鲁迅的弟弟周朱仁 他就因为翻译日本的文学东西 然后被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骂 那令云棠的写的 其实他也没有 虽然说他在这里面 有提到一点点就是 关于 日本 嘲讽日本人之类的句子 但是他没有很直接的就是说 我们要爱国 我们要怎样才能救国 我们应该要 但是他就是 他写的全部都是关于 世贤啊 幽默啊 就是不那么正经 对 那个正经要加上下引号 不那么正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当时的中国人 应该是不喜欢这本书的 确实啊 其实如果 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或者我站在 当时候的立场 读这本书 应该是不合适宜 但是 你反过来想 就是 其实这本书是 写给谁看吗 他那个时候 都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嘛 所以对 应该是写给 就是美国人看 然后就是 从 之前传记 看到的一些资料嘛 我觉得就是 他是想要跟 外国人宣传 中国的文化 对没错 然后他也有在书里面提到说 他觉得在 《无国与无民》里面 有些人觉得说 他 就这有点扯远啦 但是 他说《无国与无民》 人家认为说 他把中国人的优点跟缺点 全部都写出来 写得太近人情了 然后 这样在对外的宣传上面 会有不利的现象 但他觉得 其实把中国人写得真实一点 别人比较不会那么 觉得说他很遥远 是 出不可及的人 这样子 会反而比较有亲切感 其实跟你们讲一下 林玉堂本身 他当时候先给一些 听说一些基本资料 在生活艺术出版之前 出版了另外一本书 叫《无国与无民》 英文叫做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这本书 也成功地让林玉堂 在欧美文坛 尤其是美国的文坛上 立足了一个地位 实际上 但《无国无民》 有一章很有趣 《无国无民》后面 也是谈到一些 中国的文化思想 或者他们的 怎么去休闲这件事情 那就是刚好那一张 大手环 各个美国人民 觉得这一张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就会去 后来林玉堂就觉得 这个这一点还不错 就是说 他的编辑们都觉得 这一张大有可为 所以他就 后来就把它扩充成为 现在我们都说 生活的艺术这样子 好 那实际上呢 我还是再补充一点 其实当初就是 生活的艺术 这一本书的 英文名称叫做 Importance of Living 那实际上林玉堂 曾经也在说过 这本书本来 他不是英文名字先出来 是中文名字先出来 他一开始是想写 生活的艺术 然后后来 英文名字叫 Importance of Living 那实际上他也没有 起初 其实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要写这本书 那实际上他本来是 想要翻译几本 中国的名著这样子 后来就是 因为有些 像美国的观众 都要求之下 他开始慢慢的 去书写这本 生活的艺术 这样子书 看了这本书当中 你自己比较喜欢 哪一个部分呢 其实一开始读的时候 会觉得 因为我第一次读 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在很想睡觉的时候 看的 然后因为 刚才有讲到说 他的前半 就是讲的比较 感觉比较靠近 好讲的就是比较 浮躁一点 因为他前半就是 一些什么 他的观察什么 用一个准科学公式来 分类说人类是怎样 什么 像现实家梦想是 什么东西 然后现实家梦想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理想主义之类的 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 就真的超想睡觉 然后后来 我最喜欢的 其实是第三章 第三章 对 讲什么 第三章 叫做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就是 他讲到人 像是动物的部分吗 应该这样讲吗 还是 他像有一些 我先把他里面的 小节的标题讲一下 他第一个是猴子的故事 第二个是猴子般的形象 第三个是论不免意死 第四个是论肚子 第五个是论强壮的肌肉 然后最后一个是论灵性 那我最喜欢应该是 猴子故事猴子形象 跟肚子跟强壮的肌肉死天 你不觉得他 很爱用猴子来 应该 对 我应该跟这样来说 你不觉得林语堂很觉得 其实做人类本身 我们其实就是动物 所以你都会说 有没有觉得自己 就是一只禽兽 我想到就是有朋友的老师 他们在 老师在骂人的时候 就会说 你只是一只会说话的猴子 你也没说错 我们就是只会说话的猴子 对 朋友的时候看东西 看字要看不懂 对我只是会讲话的猴子 我其实看得懂字 就是猴子的故事的地方 他有提到孙悟空的那个形象 我还蛮喜欢 啊为什么 他觉得孙悟空就是 一直在做叛逆的事情 他们不会和平 也不会谦卑 一直要有人来帮你制服 你才会懂得停滞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是用一个 用动物的角度来看着人类 对应该说这整张 本身这个存在 这整张都是这样子 就是都是用动物的角度来看人类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啊 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会觉得 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吗 最后一只会说话的猴子 我们最后一只会坐在这边 录Podcast的猴子的我们 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他说 就是他的第一章的 把第一节的最后一句 他是说 就是猴子就是我们的所有 那尽管自大跟恶作剧 但还是一只极其可爱的动物 所以人类尽管有许多缺点 有许多弱点 但我们还是会爱人类 我觉得这边起得很棒 我觉得现在很棒 人类作为一个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 人类作为一个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是既丑陋又米粒的存在 或者说动物都有这种本性 或者说我们的人类的个性就是 既有丑也有好的地方 那实际上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互相交叉 才凸显出人类美好的那一面 或者说人类有趣的那一面 我想李玉堂应该也找到 应该在这边找到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才把它写出来的这本书 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啊 如果李玉堂听我说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 李玉堂自己对于 中国哲学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他对于 人生哲学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其实在于说 他认为 一个人要怎么生活 或者说他对于生命的看法 他就很详细地把它写在上面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认为生活是透过一些 所思而构成 就是你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通过一些所谓的 或者说你可能是跟情人握手啊 或者说你去走路啊 或者说你怎么去喝茶 或者说你怎么去吃饭 或者说种种大大小小的事情 会构成你的生活 那这种生活慢慢的 你就会找出一些乐趣 或者找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那李玉堂呢 在这本书就透过 或者说他从一些过往的文章 或者说过往的一些哲学的文本上面 找到一些范例 他也把它转译成英文 写给一些美国的读者看 先说一下这本书 写给美国观众 当时候又要点名 历史系的尾巴 为什么 先讲完1937年的中国 1937的美国在干嘛 等一下1937的美国 没可以想想看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二战中吧 没有还没到二战 还没吗 还没到二战 二战爆发的经历 可能会比较早 对 那时候刚好美国 那个经济 那个叫什么 经济萧条的那个端 那个叫什么 经济大萧条 对 经济大萧条 你很懂的 可是我好像 因为我觉得名字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特别记一下 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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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印象 那就是一本 就是在讲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候的小说 诶 可以多长一线吗 没有 我就只能记得 弱姿 我就只有记得这样 还没看到太多书了 可恶 好 anyway 我先不说愤怒的葡萄 我先说1937年的美国 那时候 应该说我先不说 经济大萧退那件事情 那时候的美国 其实是一个慢慢 是一个很新 因为说美国当时的地位 是一个很新兴的国家 它也不像欧陆的传统皇 强国一样 它没有那么多包袱 所以里面的国民是充满 他们在忙 他们正在忙 他忙着工作 或是忙着做各种工作事情 或者说他们是一个很忙碌的民主 实际上呢 那美国当时候呢 我们所谓的 有一个新的阶级出来 叫做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呢 好 简单来说就是 有钱了 就开始想要一些精神上的事情 有听过那个马斯洛的理论吗 有 就是 吃饱饭了 只会想要 我们用中国古代的话 就是宝乃斯英语 对没错 宝乃斯 好了 也不是那个英语啦 就是 就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下 但是 通常像马斯洛的 我还是讲回来 马斯洛的 马斯洛的理论就是说 当你满足了一些 基本需求之后 当你 就会想要追求一些 精神上的需求 然后刚好 美国就一搭票 这种人 在那边 就是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文化上的需求啊 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慰藉 然后当时候呢 林宇棠就写了这本书刚好对症下药 郑重他们的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生活的艺术呢 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会再补充一点 生活的艺术是远比 无国语无名更受欢迎的 在美国读者的眼中 因为他觉得 透过一个中国哲学的角度 来重新找到自己心灵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本书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就是 我们先说无国无名啊 就是让林宇棠在欧美文堂上 一个立足 一个地位 那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 就会让林宇棠 踏上一个新的高峰的地方 这样子 好 你在生活艺术里面 就是中国哲学的部分 像第五章 他有提到就是各种道家的理论 对 然后因为林宇棠不是觉得 就是生活是生活所是构成的吗 对 所以他里面就有一篇 我还蛮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说城市是唯一的天堂 所以有点像是 就是或许我们平常的生活 就是我们快乐的所在 我们不一定要定义什么东西 叫做 才叫做快乐 或者就是我们平常 就是一直在做一些事 对我们来说 就已经可以是一种 快乐的养分这样 我之前第一次到林宇棠古居的时候 买了一颗幸运签饼 对 那个幸运签饼 大家就是多多买 我还蛮喜欢那个 对 一颗35块 对 要单票折叠的话 就5块钱 对 没错 非常便宜 好吃吗 好吃 还一行 还不错 还一行 管 党兵管员推荐 但是重点是里面的钱 我还蛮喜欢 就是开签的那个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抽到的签是 他说中国人对于快乐的概念 是温暖 饱满 黑暗 甜蜜 即只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 上床去睡觉的情景 这段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艺术 然后是在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论肚子的那一章 他论肚子他还蛮有趣的 因为丽宇棠先生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很重视吃东西的一个人 他对吃的要求很高 然后之前看他的传记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之前他们家的厨师跟女佣 做错事情 然后廖翠凤女士很生气 想要把他们赶走 只有丽宇棠先生帮厨师求情 求情的理由是 那个厨师做的八宝鸭 超好吃的 他还想吃 我同意 做的那么好吃 还把它弄掉 太可惜了吧 对啊 他就讲了很多 他说就是吃 是 我觉得他就是自在滤镜还是怎样 觉得他讲的有些还蛮有道理的 他说 在参席 朋友在参席上面的相见 是和平的相见 你不能叫两个 如果让两个都饿着肚子的人 就是聚在一起讲话 他们两个一定会吵架 他说生活是受饮食的影响 他除了这种人跟人之间小小 比较小的相处之外 像以前会有革命 然后会有一些战争什么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像俄罗斯大革命跟他所提到说 他说 然后还有拿破仑说 军队是移着肚子在打仗的 他说就是人很饿的时候 就是不肯 人不肯做工 士兵拒绝打仗 然后所有人都不会愿意 去做其他事情 那这个跟刚才马斯洛的那个 其实有牵上 就是你要先把你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你要先吃到东西 你才可以有力气去做其他事情 或去想其他事情 然后刚才那个圈文 我自己私自解释为 就是要教大家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对 其实很重要 其实很重要这句话 大家其实都没有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这更不用提了 大家应该都没有好好睡觉 好 其实旁边呢 最喜欢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它不太像一般的书 它不会 你也不用一口气把它看完 除非你像尾巴那样子 明天又录播开 所以他要急着把它念完 不要曝光 对 应该是这样吧 好 anyway 先说一下这本书有趣的点就是 它有点像是 你现在无趣的事后 你就在塑膠上面抓这本书 你都看你最喜欢的那一段就好 如果你是前半部无聊的 你就不要看了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林玉堂个性 也就是那样子 其实有一章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读书的艺术那一章 应该是读书的艺术那一章 他有讲过 就是对于一些人来说 我觉得这本书很赞的时候 搞不好你就觉得很无聊 或者说我觉得很无聊的部分 你就觉得很赞 这样的读书方式就是说 如果你这本书你读不下去 就不要勉强自己读 找到适当的时候 或者说读书 你长迫自己读些读不下去的 你要找到适当的时机 或者适当的地点 甚至是 你要好好享受这本书 在读什么 或者说你要知道 你要清楚知道 你在念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也很享受阅读的过程 我觉得林玉堂这本书 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整张在讲一些日常的小事情 那可能是一般速度不会看不太到 但是林玉堂在画篮都篇章去介绍 或者说讲有什么好处在这边 可能是 甚至是他可以把躺在床上这件事情 也可以写成一个篇章 那实际上呢 可能他现在看起来 也不会怎么样 但当时候那个年代 会觉得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那我也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呢 可能有一些理由 或者说他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关系 他是没有办法去读到这本书 可能是他本身是这样的朋友 那现在呢 踹步骑场的工商事件又来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早前啊 其实啊 那个生活的艺术有请 我们以前一位前职基金长 林明昌老师来帮我们去 制作了一本有生电子书 生活的艺术有生电子书 并不是把所有生活的艺术 每一章每一节都讲解 它其实有搭配 林明昌老师在上面帮大家做导度 现在直直线上听呢 其实也有试听的版本 你可以先试听一集 试听第一集谈看 那我也非常推荐 除了读了这本书 也去听听看林明昌老师的 有生电子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林明昌老师声音 实在太好听了 超好听 就是温柔的男子的声音 跟旁边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 他就是那种听完之后 有点像是爸爸睡前 跟你念故事的声音 听完好好 可以好好录说 不是这样啊 讲什么 那实际上林明昌老师 也是个文学博士 所以他在导读这本书的前后 其实他有一个 很深入的了解 或说他会该 告诉你这本书在成什么 或者这个章节 到底在成什么 除了真的直接 在读那本书之后 我相信这个游戏电子书 会让你 对于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呢 待会呢 就是 在Podcast上架之后呢 我会把连结放在Podcast的剪接上面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都可以去点进去听听看 如果喜欢呢 就直接买当课程吧 不用怀疑 直接刷卡刷下去就好了 好 好 其实呢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我刚刚讲到 这本书不见得 你真的要把它读完 尾巴你也觉得吗 整本读完的话还蛮 就反正 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嘛 所以你整本读完的话 你不喜欢的部分 你自己也会忘掉啦 对 这什么 这什么节 真的就吹吗 就你会记住你喜欢的部分 那就对 那个部分留下来就好 好 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 你会看到自己想看的 那这本书呢 你应该也会找到 你自己想要看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篇章 短短的还蛮适合 就是睡觉前的时候 看一篇一篇 每天这样看 就不会觉得负担很大的 不然跳着看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影响 说什么前后文顺序之类的 就 可以翻翻目录 然后看 对哪一篇有兴趣 就去看它这样子就好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不太像一般的 连续看的那一本书 老实说 这本书挺有一种 精神放松感的书 你读完其实有点放松的 所以 如果你觉得 最近精神紧绷 四肢无力 我说头痛失眠 长太多 又不是妈一样 这本书其实是在放假的时候 我说你睡前阅读的一本书 好 他有什么东西想要讲的吗 尾巴 最后的 我还是想讲那个书的内容 你在讲 有一段他讲了很有趣的 他说 他讲到一种 茶馆式的解决方法 就是当两个人有纠纷的时候呢 就会 通常地点在茶馆 就会两个人 其中一方会拍桌子 然后去揪着另外一个人的领子 然后问后面的其他人说 是我对还是他对 那其他人就会说 是你对是你对 那这叫茶馆式的解决方式 然后他这边有一小段 我觉得蛮讽刺 但我很喜欢的话 他说 天使会用完全用说话的方法去处理争端 那他们是相信真理 不是真理啊 公理 讲错 他们相信公理 那秦硕是完全以肌肉跟爪牙来解决争端 那他们相信的是强权 他说只有人类才会以为强权就是公理 我觉得超讽刺 但我很喜欢 就是其实 生活的艺术并不见得完全是精神放纵的书 我一般想要分享的是 其实林玉堂很多讽刺的小诗 或者一些讽刺的话 都会放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这本书呢 除了精神放纵之外 如果你想要对于这个时事 有点风刺跟批评 也可以看一下 林玉堂是怎么用一个幽默的文笔 去写一些风刺势必的事情 好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 我是汤边 我是伟爸 我是飞飞 好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